记者林新汉基隆报道,去年6月2日强降雨,造成基隆市安乐区大雾轮期低防破损,基金一路路段发生淹水灾情,总统蔡英文,行政院长赖清德先后前往视察,允诺投入15亿元经费整治,时隔近一年。 经济部水利鼠第十河川局今天表示,第一阶段短期工程已争取到前瞻基础建设经费1.23亿元,立判5月立前先将大五轮溪河道的瓶颈段打开,以面对今年讯息的挑战。 去年6月2日,短短12小时大五轮地区降雨量高达339毫米,远远超过大五轮系的防洪标准,基金一路沿线大烟水,有车辆不到5分钟就莫顶,居民事后或是否补助,装设防水闸门,至今回想起来仍于济油存。 第十河川局局长曾军民指出,总统及行政院长指示水利鼠,全力协助基隆市政府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争取经费整治大物沦稀,拟定了各项治水策略,并与当地民众反复沟通,最终定案以短期数红,道红,中期制红,长期分红方式分期治理。 曾军民表示,因应今年讯息,先紧急输郡河道极加高护案,改善大物沦稀瓶颈段,目前进度已超过55%,将于5月底完成河道瓶颈拓宽工作,赶在台风好与来临前发挥功效。